我是透過學校的音樂老師 去介紹給我們認識的MAKA這個 因為我們學校也很提倡我們 去參加多些不同類型的比賽 接觸多些東西 所以我這次就參加了這個比賽 我之前也有聽過MAKA這個組織 我也要感謝MAKA給這個機會 因為如果沒有這個比賽 我可能也不會接觸作曲 然後作曲的過程也學到很多不同的東西 自己嘗試很多新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學到很多東西 獲益量多 我這次的比賽也花了幾長時間 過了幾月 因為可能學校測驗也很多 所以我就慢慢逐一去做 然後中間也遇到很多困難 例如想不到之後如何發展好 這首歌可能沒有什麼靈感 但身邊同學也給了很多支持我 然後老師也給了很多支持我 因為老師也給了很多想法 所以最後也完成這首作品 很遺憾 因為我今年已經是高三 已經是 最後一年了 所以可能下一年也沒有機會 再代表我現在的學校去參加 但是有機會我都可能會再繼續作曲 可能試試其他樂器 或者認識一下很多不同的其他曲風 我們再次見到 另外一個 subt課 這裡也有的時候 我們也看來 我們不太知道 不太知道 你們不太知道 我們不太知道 我們不太知道